台湾和欧洲国家捷克深化交流 驻捷克代表处文化组 9月中旬正式接牌 出席仪式的国家技术博物馆总馆长 克桑德勒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 文化连结国家台捷要站在一起 我认为,那些国家是小的国家 和那些伙伴在历史上或是其中处 都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小的国家 保持在一起 和这些国家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可以继续 克桑德勒目前震撼 鼓励台湾科技大学 筹备台湾造船展览 他过去曾造访台湾 觉得台湾文化非常有意思 台湾和捷克的文化交流 也展现在最近的捷克国际插画艺术节上 在驻捷克代表处文化组的牵线下 台湾艺术家首度受邀参与 两国文化工作者 还签订为期三年的合作备忘录 这次的机会能够让我们了解 当地的插画市场 还有这边艺术家们工作的形态 他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叙述底下 插画会有什么谈论的话题啊 主题还有不同之间的样貌 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同文化的影响 台湾融合多元文化也是捷克艺术家 瑞杰可在台定居超过15年来的创作灵感来源 瑞杰可在捷克和台湾都成立出版社 透过出版展览工作方的活动 向台杰介绍彼此的作家和画家 现在台队有台队的部网站在台队的部网站 有些真正的方法 如何推出了文化的文化 最终的时间是第二年 我们合作的部网站在台队的部网站 我们合作的文化 对台湾的文化 瑞杰克多年默默耕耘 乐当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也笑说现在台阶已有直航 有助双方的文化和生活成为现实 是真正的桥梁 这张社记者曾庭轩布拉格报导